整体阵容选下 这一把 其实两边拿到了自己的 想要的阵容 而且两边都很相像 其实都是一个 就中路打支援 然后打野河 上路选择 可以编带也可以来打团 就比较全面的一套阵容 不一样的可能就是下路这个阵容 下路来说的话 保持将老鼠这个组合 在对线方面 确实不够强 但是因为EC加牛头 其实也不强 就导致下路是一个 对着弱对着刷的那种 看一下他的 来了进入比赛 蓝色帮LG的红色帮老干爹 现在也看到了 有RNG的一个标志 我们也说过 就是因为感谢W的一个陪练 所以也可以在这把开始 说一句 大家17年特别 就是印象很深的一句话 对吧 Keep your dream and never give up 这 忘了买 忘了买东西 没买药 不是他 哦 是家里药 我以为看错了 他还磕了一瓶 不是 他是不是太紧张了 他还磕了一瓶出去 对 他对他为什么要磕这一瓶药呢 这确实是一个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问号 我先让你一瓶药 厉害 这里一击是埋伏了一下狼行 但因为狗穷前面的体质很好 没有办法击杀 然后塔利也发现了这一点 回去 续杯 再出来 那也就是说他整整一分钟 全部浪费在了路上 但是因为老干爹 并没有入侵的一个想法 所以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影响 只能说塔利刷了不少的违心不速 其实得说塔利这名选手 因为曾经是上单转的中单 所以看得出来 他的兑现能力不是特别强 当然也是因为 系列兑现能力比较强 所以我们看到 过去的两把里面 中路几乎完全没有声音 他的支援型英雄 支援型英雄支援不到队友 然后在团战的时候 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作用也比较有限 因为刚刚那把的卡牌 其实我看团战里面 我盯了比较久了 他的发挥 其实就是因为 老干爹的首要目标 绝对不是他 所以他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躲在团队 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在抽黄牌 那抽黄牌的一个熟练度 我看得出来还是有的 好 这边Mark还是比较流行的 向远母充牛 其实海克斯伞 其实也是在季后赛 这之际 是做了一定的一个削弱 对吧 但是毕竟牛头 这种长草丛的英雄 还是非常仰赖海克斯闪现的 是 双方打野的开野路线 全部都是选择 红buff开 下半区开 之后莉莉亚 直接往上路走 而皮纳特选择 这一场也没有决定去入侵 一起两边 就很激烈的一个换血 但是狼心抢到了一个2 多了一个Q技能上去 也是直接排运来换 但是这波 因为是石头战术横扫 所以自己换血也没有转 是 下方也是有 这个我们全新上线 应该就是昨天晚上 更新在国服试点 恶灵上线的神龙尊者 也是搭配了我们周董的这个 大家耳熟能详的那首歌曲 对 但我比较可惜的是 那个自身的皮肤是涉体的 对吧 我其实蛮想 就是神龙尊者 有没有一个金龙的这个可能性 但芒生皮肤 其实已经够多了 哎 反正 对英雄大家爱玩吗 反正我没龙虾 我觉得挺好的 哎 我有了不好意思 哎 没事啊我现在有神龙尊者 可以 大家也是赶快 购买起来 是回到比赛 这波两边打野可能是要在上半部的一个核刀训绩相遇了 上路来说 现在是一个军事线啊 哎 我们这边 要来找杰云 晕珠但是落雷并没有打到 这波是上单和打野互换了一下闪现 是 贝贝的反应也很快 看到了狼行铺地就变成四角模式的时候 也知道这波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冲着他来了 那这样一来感觉 莉莉亚肯定要开零和线啊 因为皮纳的这波刷牙F6直接去下铺合线的话 LGC是没有办法铺的 下路是被推线的 通下两路都有线圈 其实有点牺牲到狼行的一个对线 因为现在本身刚刚前面的对话 你可以看到TOPPOON的一个对线 明显就是 比PATS在打狼行的那轮BO5的一个表现好很多 然后这波狼行又把闪给交了 中路的对线看到 西叶压的还是比较凶的 是 即使说 选到了自己也比较熟练的加里奥 但是压力依旧不小 皮纳的这一场确实是刚才说到的双和线开局 而且利用中下的推线 还可以去进一下对方的野区看一下 五个狼行这波塔刀补完 自己补刀也是拉回来的一些 本来是22刀比8刀的 这波补完之后自己也没有差多少 五塔刀 我是一点都不当心狼队的 对吧 熟练功了 狼行是在苏宁的时候练过Carry 对吧 然后在RNG的时候练过Carry 就全能了 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老干爹那个老将 就是他们应该要真的打出这种老将的一个价值 对吧 云朱落雷落下 打一套但是旁边力量来了 这波狼行没有闪现 感觉应该是走不掉了 是男枪能救到吗 感觉下一个W是直接被打了一个三倍伤害那没了 新刚瘾这里还交了个闪现去拿了颗头 是 因为打出一血所以 也看得出LGC的这个上野有设定 打出一血的时候的一个亮标 亮的是自己的对标 那这一波狼行还是比较亏的 因为他上一波已经交过TP了 这波线他吃不到 让Pinat赶紧过来帮忙守一下 Pinat含泪吃线 真的含泪吗 激动的泪水 开心的泪水是吗 开心 也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TPinat 他之前是一开始就 他的职业性压 初始就是在大洋洲赛区 所以我猜应该 会不会有可能是一个 出生在大洋洲或者是 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韩国人 然后他一开始加入的是 Dialwolf的一个二队 然后在18年加入了我们去年 代表大洋洲的这个猛马像 大家应该也记得Stand M 然后到了20年的时候 他才加入到了LGC 然后直接成为了LGC 可以通往春节总决赛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内大腿 然后其实说起去年的队 我们也可以科普一下前几年 因为大家可能 对于OPL赛区比较陌生 是因为他们之前 没有打出过好的成绩 确实也给大家说一下 OPL赛区在此前的 入围赛淘汰赛里面 是从 入围赛里面是从 我们都没有打过淘汰赛 是17 18年 17年也是在咱们武汉 对吧 大家应该有印象 17年跟18年都是Dialwolf 都是以1-3的一个成绩 就是在小组赛的第一轮 就被淘汰 没有这个淘汰赛的一个机会 然后去年就是大家 应该会比较有印象 因为名字很有趣嘛 萌马 对吧 所以2-2的一个成绩 但可惜在加赛的过程中 也是落败 然后没有办法进入到淘汰赛阶段 而且前两年其实都是输在加赛上面 所以对于OPL来说还是挺伤的 是 RHC这支队伍也是2014年参加过 外卡预选赛 可能是他们唯一参加的 国际性的赛事了 对 这一次又是回到了国际赛的舞台上面 并且是纯级赛和下一赛的双冠军 他们是前身就是是更名过的队伍 前身是一个Aventa Aventa Gaming 对 简写是一个AV 大家也是会比较容易记得 是 而且这支队伍现在其实 虽然更过名 但是现在这支队伍还是在OPL 刚才在我们科普的过程当中 老干爹也是顺利利用自己中下两路 冰线的优势 拿下了第一条小龙 于是同时Pinut 来到了上路 有想法 是一个没有闪现的青钢影 狼行先上去换血 还跟最后通的一截落下 卡牌也来 也到来 最后加利奥应该尊重了 能不能救下呢 没有能够救下 狼行拿下了这颗人头 直接一屁股用大招给做死了 洛雷滚滚 拿下人头 LGC的加利奥 以及打野的BABY的赶到的一个时机点 其实已经慢了 帮狼行把上路第一波收到gank给搬了回来 小花生怎么笑得那么开心 刚发生了什么可能我们没看到的事情 对吧 因为我刚刚注意到右下角的镜头 小花生笑得很开心 可能打野碰到 可能打野碰到利利亚 然后看到利利亚这个英雄 天两天我用过 还不错 究竟你也选了 没想到吧 但是我觉得今天 在老干爹的一个战略布局的预测里面 绝对知道BABY的是有利利亚这个英雄词的 对 所以这几场也是给他放出来了吗 没有想要去抢这个英雄 因为第二局来说 利利亚确实没有打出太好的效果 但可能也确实像谷谷所分析的一样 就是主要的原因 可能也是中路的线权的一个丧失 烟雾弹打一套 但是由于 刚才中上都是补给过状态的 并且没有TP 所以这个先锋 还是让LGC拿了下来 是 这一场是老干爹控到了一龙 而LGC控到了一先锋 大概率是要来在上中 上下 抱歉 上下路两条线里面去选施放 西野 对线还是挺舒服的 我觉得他一定带了 攻速鼠 对吧 卡牌的常规也是也会带攻速的 而且像打这种短手的家里奥 肯定带个攻速更加舒服一些 已经吃掉两层的塔皮了 是凭借对线直接自己担任吃到的 对 因为在早远古时期 也不算太远古吧 就是在符文改动之前 以前还要买的那个时代 对吧 那时候的卡牌就有一些红色的 会去擦攻击速度 对 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红色都是什么法穿 然后蓝色是法墙 然后大的可能就是有些带移速啊 什么之类的 但那时候卡牌很多 就是红色就全部带攻速 因为很重要 对于他来说 因为甚至也有这种AD卡牌之前 中单也流行过嘛 大家应该也是有印象的 出三项火炮的那一套 现在老干爹这一局来看的话 还是要看一下西叶的这个大招 下一个大招怎么来释放 但我觉得他已经足够 长时间的限制住了加里奥 像上路这里一直把线推过去 你会发现LGC根本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配合一波区域上路 也是因为中路受限的原因 而且塔利其实这三把 我觉得我从最近看起来 他在中路一直被压制 他每次支援都是被迫支援 导致他每次支援的时机都非常差 然后因为可能被推兵一下 然后他又支援 所以又要亏一个兵 他的发育在两把来说 都是跟不上西叶的一个脚步的 西叶每次跑都是先推完兵的 所以他如果也要跟着支援 自己中路要么会塔利 要么会兵 这杜城 就是没有峡谷先锋去干扰的 对吧 而且这把其实他如果还有印象 马克在前面我们导播细心的给到的一个符文的时候 他其实是把所有跟遗述有关的符文都带了 包含水上行走 也就意味着这把 Kramer应该是有一定的几率是一个solo button lane solo button lane的一个局面 跑酷6 本身马克最近几场就基本上没有在线上呆过 哎 这里想过来踢一下是没有能够踢到 好凶希望西叶来了 他被惊掉 这时候一张一个大招躲掉黄牌 这个位置可能有点杀不掉了 TOPON这波操作是没有丝毫挟持的 海苏通蝶躲一张黄牌 然后蟹也是非常细节 一直在扛这个塔 因为如果让狼琴来扛的话会比较危险 对 也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小细节 也是前几天我来跟齐佳姐做一起看比赛的时候 分享给我就是 狗虫的大招并不会重置塔的 防御塔的一个仇恨 那个线还是在你身上 你只是把塔无效化了 但是那个线的加热效果 就都还在 是 所以 这也是那时候有出现老干爹失误的一个原因 对 就是刚才这个位置 就之前Pinat Pinat好像就是扛塔失误过一次 那次好像也是没办法 因为狼琴走也是选狗熊 然后多走了一步 就拉开了仇恨 然后小花生是硬扛着防御塔的一个仇恨 然后 他可能觉得狗熊把这个防御塔给禁掉了 但是防御塔结束以后立刻一发 Pinat就直接带走了小花生 现在第二条的龙刷新了 LGC已经先一步的站住了龙坑的位置 感觉应该是丽雅准备 我感觉应该是准备回去之后 然后走到中路把前锋放了 来动这条小龙 这一波 Topon身上是没有TP的 而狼行有 老安倩领先一个TP 那这样一来的话 应该是LGC的上单 Topon应该是选择要把狼行给困住的 莉莉亚这波往上走的话 峡谷旋风肯定要放在路上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峡谷旋风 已经是马上要到期了 对 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狼行这波还是要小心 虽然身上是有闪现 但是这波LGC大概率是要放龙 然后对上路动手 你看加里奥他已经是在往上路靠了 前锋放上路 那既然放小龙的话 来睡一下睡到 睡到狼行 狼行是没有大招的 这波有加里奥 但是企业是紧跟着加里奥 不让加里奥有机会英雄登场 这波狼行想要走 但是被打出一个闪现 可能还是上一波的一个兵线 狼行是不想要放掉 但这波是把自己的一个闪现给交出来 但是LGC这波好像是想打上路的 但是没有伤害啊 Pinot也不在的 是 只有卡牌靠过来 虽然牛头也到了 但因为狼行本身是作为 就如果真的LGC要选择回包上路的话 那狼行的闪现跟状态要保持的比较好 也是狼行的标准出装 喜欢先出这个燃烧宝石 来吃一点减CD 然后去看情况是选择一个禁食 还是一个耀光 往后面去发育到 因为你狗熊其实出装上面是非常灵活的 对吧 三项黑切之间的一个主剑 然后也有死亡之舞 包括出纯肉也行 对狗熊来说出装非常多样化 但我觉得纯肉狗熊在我这里是真的 我比较不喜欢的 因为打到后面真的会作用非常非常的低 你没有减CD 那天应该是Hanabi的那个狗熊 对吧 其实只有在打野位置上 你出纯肉的一个狗熊是比较正常的 在上单来说多多少少 要么可以切要么三项 要么就 起码起码得有一个兵权之类的 最低的要求就是兵权 是 狗熊还是一个很吃减CD的一个英雄 因为当你没有技能的时候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会走路的 比较大的小兵 就比较笨一些 下午先锋也快刷新了 看一下老干爹这一波地图思源的选择 自己的下路已经是因为对方的推陷 把野区给入侵了 这波就是因为刚刚老干爹 其实是控下半部的龙 但是只有分打野 因为其实那时候LGC明显是 不想要跟老干爹 争夺下半部的一个龙 老干爹选择让自己的中以及辅 往上靠 给了LGC一波入侵蓝区的一个机会 Kramer这里很谨慎 知道对面是个老鼠 不给任何机会 之前已经是被 Gadget的一个老鼠给偷过了 对吧 已经学到了 LGC也想拿这个下路先锋 但是老干爹这里先落位 视野已经插到了 对方的一个蓝区 两边等于刚刚静向的 入侵了对方的一个蓝区 老干爹留下视野 这波打一个占卜花朵 来看一下对方的一个防守视野 Mark因为长时间的在游走 一直没有能够吃到线上的经验 导致他现在的等级 其实落后挺多的 是 他现在只有六级 全场最低 但其实对于牛头来说还要 就到达六级就还行 对 先拿第一级的坚定意志 这波意志还在下 但是这个塔感觉不太能推 这个位置看到了 老鼠是已经在往下走了 怎么Q闪直接要开 R技能R到 但是开到一个牛头 牛头这个坚定意志开起来 直接点到一个顺便 保护住后面被开到的人 这波想要偷 但是旁边卡牌直接飞过来 二打一的情况下Race 应该是没有操作空间了 等一下时间下一张牌 远方Kramer的一个精准弹幕 直接把Race的一个老鼠给斩杀 这一波成功救下了Kramer 但是也意味着放弃掉了侠虎先锋 那么要一起推掉下路的一塔 但这一波 但这一波我觉得其实老干爹 是完全能接受 因为已经第二波下午先锋 大概是吃不到杜城的 对吧 然后后续来说 老鼠我觉得还是雷欧 就是一个发育最重要的一个点 这波LGT的角色 是其他人往下午先锋出 靠让Race一个人去偷窥嘛 反而是给了老干爹机会 而且这一波 因为推了下路的一塔之后 老鼠交了双招 中期老干爹其实 就是接下来的几分钟 在这条小龙之前 他不用怕老鼠 隐身在一个地方偷人 我觉得甚至可以 在卡牌大招好之后 再抓一波老鼠 对 我觉得这个想法 就完全是忘记了 老干爹还存在着 可以支援的卡牌这个点 这其实是打了一个逻辑差 我觉得大概率 老干爹的双C 是有跟风这一波的 因为我们在上帝子角 刚刚宇童已经先行 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这波 其实在我们上帝子角 看得很清楚 Kramer当然在推下路的防御他 而且老鼠这时候 一定会想要偷他 在打峡谷先锋 所以有可能 LG的视角 他会觉得卡牌 应该是要看上的 但是卡牌应该是有 跟Kramer沟通 就是希燕 这波可以看得到下 然后有做了一个陷阱的 一个感觉 因为凭借Kramer 前几波非常稳定的 选择来看的话 他大概率这样做 一定是沟通好了 狼琴没闪有大招 这波能走吗 大招跳一下 但自己感觉 骨子特别能走了 回头要继续打 能不能换性感 你感觉换不掉 莉莉亚收下这个人头 好像这样的话 莉莉亚手上是有 峡谷先锋的 会不会放呢 没有放 没有急着去养青钢引 可能想要放在中路 让卡牌没有机会 可以游走 Mark来了想要控 直接闪现二连 配上希燕的控制 精神规避掉了 但是三个人在蹲 应该是走不掉吧 是 皮娜的收下这个人头 同时宝石来了之后 宇宙是会只落在自己身上 但是他碰这一波 一闪 没有什么伤害啊 是是想在家里要进场 但是英雄登场 老格内也是第一时间拉开 Mark利用个W技能中位 就是直接Q到以后 Mark拿下了一个 IOS的一个人头 但是皮娜的一个位置 有点危险 这个帮他球果 哇是把皮娜子给炸了回来 逃碰直接一个二段踢 尽准礼仪 把人头给拿下来 这一波不死皮娜 他可能叫死三个 所以想了想 还是觉得卖友邱容 溜了 这皮娜的 没有赶上回 回家的车 对吧 没有赶上那一趟 没有买到票 本场的OP选手 给到西野 队伍间级差1258 分军不到也是 非常漂亮的一个时间线 在这时间线跑的 这波老干爹的回程补给状态 应该是让LGZ 可以抓到一波时间差 来把这条龙给拿掉 而且因为救王的是打野 所以LGZ 是可以比较放心的 把这条龙拿掉的 狼心这里还想要看一下 西野也来了 但是自己是比较大高的 在等自己的一个扶野 狼心在给正面 正面Baby的一个压力 Baby的身上 也是没有闪现的 但这个龙感觉能撑到吗 来不及 南枪这边还是慢了一点 但是后续 可不可以把对方 留在龙克里面处理掉 没有闪现 那个Baby的牛头 直接Q起两个人 可以直接拿下一个Baby的人头 拿到一个人头 也算是做了一下交换 但是断掉了老干爹 这个第三条 直接拉满龙的一个节奏 我觉得这一波 其实是一个整体上面 我们要从上路被抓开始 这一波我必须说狼心 其实上半部那个 被GANK的一个警觉性 其实稍微低了那么一点 因为那个防御塔 其实本来的血量 就已经很低了 因为那个时间段 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在 第二条小狗先锋拿掉的时候 没有时间跟大家聊 就是说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觉得小狗先锋影响很小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老干爹 在中路前面西叶对线 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下 中路外塔血量很健康 下路外塔很健康 那个小狗先锋 应该是撞到了中路 现在老干爹中路外塔 其实还有一个残存血量 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一个血量 所以不是特别怕那个先锋 但是确实刚才上路的警觉性 有点差 那个塔的血量很明显 就是卡米亚A一下就没了 对 就是等于塔爆 然后被跃 然后变成老干爹 这时候不想要存亏 所以在下路进攻 所以有点 就是没有续到这个龙的一个时间 对 但还好自己已经拿到了两条龙 还可以接受 而且在下一条龙刷新的时候 也是EZ的强势期 对 因为也不是老干爹 这一波的进攻 没有收获 虽然龙掉了 但是老鼠现在是一个零杠鹅的一个战机 你可以很像对比 它跟Cramer的一个装备 RACE这一把的老鼠 其实是 没有像Gadget的那一把 其实前面有那么多的人头的一个收录的 嗯 而且 就这个装备来说的话 倒是团战里面的输出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老鼠你不管去搭配落 还是搭配宝石 你的第一波强势期 都是在你的破败 跟饥客聚合出来的那个时间点 哎 找了一波慢点 开了一个大招 二连顶起来 在宇宙光汇落下来之前 白骨还是走掉了 宇宙光汇落了下来 但中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这还有最后一次的架料 也是被男枪一发皮A给收掉 大招扣下去 雷亭嘎嘛 一屁股作则利利亚 而旁边的瑞斯也是被一个终极爆弹收下人头 龙刚好刷新 20分钟大龙非常新鲜 是的 这一波瑞斯再倒 已经是零刚善的一个老鼠了 老干爹 这一波拿下大龙的话 这个节奏 并不会因为刚刚第三条小龙的一个吊丝 有任何的一个断档 上校这个时候出来非常保守 上校给高了 这把给我觉得给低了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 就是应该是在大龙打之前 对吧 大龙打完应该要立刻拉高的 合理来说 来个 哎 消失了 非常保守 嗯 上校要留一点点悬 因为上一场给的有点太拖大了 会导致中间比较紧张 然后这一场就稳一些 对 上校也是很人性化的 对吧 上校也是紧争我们这个解说的一个轿折 对吧 要帮劣势方去找机会 看这一波确实是一波非常漂亮的一个 主要还是那个中路外塔一调 就所以说其实今天LGC 我真的觉得 他在对抗老干爹上面来说 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是中路线上面兑现起的一个察觉 因为很明显的感觉到 西叶在这 这三把 这是第三把 他每一把对象都是压着对面暴打的 所以Telly每一把 在中路我们看到几乎都是没有什么血量 然后在中路塔的血量也不特别好 他也不敢去支援 他支援一波中路塔可能就掉了 而且这几把的中路应该掉塔 都是掉的非常快的 应该是在20分钟之前 他就应该没了 主要是在选到野河英雄的情况下面 实在是他也需要中路有限权去支援到野区了 这两场的莉莉亚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跟中路配合 是 就莉莉亚今天 这一局应该是 两个击杀助攻 都是跟上路的塔碰来做一个配合的 这也是为什么清刚 你现在是一个不错的上单的一个选择 因为 之前卡靠在拆风采访里面提到 当前版本来说 我们说野河有AP AD的类型 他认为可能更符合 版本的是AP的一个类型 飞过来 但捏的身上红牌没有关系 丢出去就行了 这张牌的伤害非常高 直接收掉了老鼠 直接越了0-4了呀 越了内塔 这一把瑞士 受到了老干爹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照 就是可能老干爹也是 及时调整 就是前两把其实针对了Tapun 然后有点给了瑞士一定的发挥空间 而第三局直接来把你的ADC暗示 这时候清刚瘾还在一个发育期 其实翻不起浪花 对 Tapun这里直接选择不回来 但是他不回来 门牙塔都要掉 只能选择TP 23分钟 老干爹似乎是想要 干净力度地拿下这一场比赛的 大龙的Buff 还有一分钟的一个时间 右边的门牙 已经撑不住老干爹那个攻势了 稳妥起见 先回程 小龙还有20秒的时间刷新 是 逼你的Tapun已经是TP回来 就已经是老干爹也是稳了一手 对 Tapun这里其实也是比较贪心 第一时间没有选择回 那这一波他把TP交了 意味着在下一波 他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找什么绕后的进场的角度了 就下一波老干爹只要五人 四人抱团推上 然后找一个人去下路 中下做一个小兵指挥官 把兵先带一带 然后GC就要被破三 是 因为你必须要有人去守 这个超级兵的 那在没有TP的情况下面 清康也没有办法可以支援到正面 从这个西叶手上的一个杀人数 这一把老干爹应该也明白 自己现在的一个优势是比较大了 但还是要小心 这波感觉是LGC想要来玩强抵抗 但是清康应找到的是一个牛头 越过了牛头 直接利用大招 想要来直接控制后排 新的英雄登场进来 宇宙智慧也落下来 但是一折热很滑溜 已经拉开了 这时候只能激活到Mark 牛头是最后被BABY的一个Q进点给收掉 但是后排 西叶是直接飞到这边给一张滑牌 老鼠又死了 正面天理也是肉不住 看了一个精神 感觉这个位置是个等死的位置 而且正面的一个宝石没有输出 最后Crammen还在拉扯 最后处理掉了Taput 拿下了一个Ace 那这时候离对面的GT比较远 但是西叶已经一马当先 直接冲到了对面 应该是可以一波了 我们可以提前恭喜老干爹 以3比0带走了LGC 前进到了正赛 保住了LPO第四号种子正赛的一个名额 非常不容易 一步一步 感觉都是从地狱里面爬上来的 几乎前面的每一场 虽然打得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在淘汰赛的时候 老干爹还是找回了自己 恭喜老干爹 这才是我们认识的老干爹 胜败兵家世不齐 包修人齿世男儿 江东子弟多财俊 卷土重来3比0 老干爹希望他们进入了西竹以后 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发挥 不同颜货运 那只能加回来 325老干爹